房祖明隐瞒35年前妈曝光,居然是乐坛传奇人物,难怪她不愿公开。 作为影视巨星成龙与知名演员林凤娇的儿子,龙太子房祖明如今真可谓无人不知无人小。 然而由于成龙长期隐瞒她与林凤娇的婚姻状况,所以一直到99年以前,林凤娇都告诫房祖明守住自己是成龙儿子这个秘密,所以外界都不知道成龙大哥还有个儿子房祖明。 于是,一直等到2003年,房祖明彩在老爸我和英皇老板杨寿成的帮助下正式踏入娱乐圈。 同年就搭档Greens以及甄泽丹和陈百林,在电影《千机编二花都大战》中担任男一号,并演唱电影主题曲《最动听》,并且一出道就获得了金像奖最佳新演员提名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7年,房祖明又与谢霆锋。于文悦,吴京合作主演电影《男儿本色》,他在剧中饰演尽忠职守的警察魏景号。 同年还出演了江文指导的电影《太阳照常升起》,评级此片荣获第64届威尼斯电影节最佳男主角提名。 接触在2008年,房祖明与梁家辉、李星杰、郑熙一合作出演爱情电影《战谷》。 剧中他饰演的Cid是一个黑道老大的儿子,因为与另外一个黑道老大的情妇相爱而被人追杀。 之后,又在2009年与赵薇、陈坤、胡军合作出演古装战争电影《花木兰》,并评济费小虎一角获得百花奖最佳男配角提名。 刚出道就有如此好的资源,也是令人望尘莫及。 而且这位龙太子可谓世纪万千宠爱于一身,一众明星对他也是如重视碰月。 除了老爹是成龙,房祖明还曾是从李宗盛学习唱歌和录音,就连男祖吴燕祖也与他是好哥们。 房祖明的成功似乎是命中注定的,除了上面这几位重量级人物以外,房祖明还有一个隐瞒35年的前妈,他就是香港乐坛传奇人物,天后也现文。 在上个世界八九十年代,叶倩文与梅艳芳,连一连,陈慧贤并列为香港乐坛四大天后,与林青霞,钟处红,张满宇并称为银潭四镜,而且还是王菲的世界。 人气之高,资历之深,让人遥不可及。 人气之低,资历之高,资历之高,资历之高设立,资历之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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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 讹立贤 скор,资历之高不要及。 ин唱 높 top 1997年叶倩文与林字祥结婚后,风风雨雨雨走过了20年,两人不莫及烈摩进去世香港。 一直西夏五字,所以叶文对房祖明这个前儿子尤其宠爱,在房祖明刚进入娱乐圈时,就曾提出了四部的音音叮嘱,不要,吸,毒,不要酗酒,不要上街乱逛,不要被狗仔对跟。 反面笑才。 感谢观看 不过,家有老爸万事足,在成龙的保驾护航之下,如今好房祖明再次付出,并且整个人的精神似乎不错。 小编私心地想,之所以不好意思在公众面前提及前妈,或许是曾经违背了前妈的四部要求,一或是又有巨大的什么原因。 小伙伴们觉得呢? 参考来源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